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的坐標平面上有A B C D 4個點 那根據這個圖中各點位置判斷 哪一個點在第二向線 這是第一向線、第二向線、第三向線、第四向線 所以A是在第二向線 B在第三向線、D在第三向線 那C是在Y左上 Y左的話不屬於哪一向線 所以第二向線的話是A點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